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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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澳的选手的包机事件 体育署处理不当 院长已经要求教育部全面盘点 这些选手的航班跟住宿 其实之前就曾经被替报过 我们的治安汇报也好久都没开了 现在才发现原来我们的体发会也很久没开会 对 那这个体发会是2016年成立的 那时候就是为了要发展以及照顾我们的运动员 结果召集人很大 召集人是张景森 但是你看一年六个月没有开 两个月要开一次 八次的会都没有开 这代表什么 张景森带多 不然的话就是你苏贞昌 你摆烂嘛 对不对 不然怎么你成立那个会 我在轰轰烈烈 好像说你真的要照顾 结果屁都没有开 连个会都没有开 你在搞什么 会不会只是在拐经费 对 那另外也有人说 没有啦 不是这样啦 政府根本管不到奥委会 以这一次的主角 总领队蔡成威 他不是在这个赖的一个群组里面说 让他们自己走 走丢了 确诊了 活该 大家骂得要死 他说没有啦 开玩笑的 我不是你跟他们酒餐啦 这种事情可以开玩笑 我们来看 确诊可以开玩笑 爆发了经济倡风波之后 其实在蔡成威的群组里头 大家骂声不断 有骂官员的 有骂小戴的 还有人骂什么呢 说体育署根本是一堆笨蛋 这谁讲的啊 把他画黑干嘛 让体育署看看 到底为什么他们骂他是一堆笨蛋 所以蔡成威这一次呢 因为在他们的群组里头说 干脆呢 不要管他们啦 让他们自己走 走丢了 确诊活该 竟然这样说我们的选手 引爆了极大的争议 对 那其实蔡成威本身 就是一个相当正义的一个人 因为他在当这个田径理事长的时候 竟然有两次的旺甘事件 照理来讲早就该下台了 现在反而变成东奥的总领队 官月作员啦 对 那第一次是2015年 我们的跳杆选手叶耀文 他在到卡达要去参加 这个亚青杯的锦标赛 结果呢 到那边 最重要的那个杆子 竟然没有运到 撑杆跳的杆子没到怎么穿啊 对 那你知道撑杆跳这个杆子是每一个人都自己用的 结果还好教练帮他借了一个 以4.9米拿到金牌 第二年2016年哥林比亚斯这杯 又没有带 教练这一次借 不晓得去跟哪一个借 不是选手的杆子 结果他就弃赛了 那这么重大的事情 他都没有下台 你看他推 两次比赛两次都没有杆子 怎么会这样 所以易耀文说 我每次都准备好好的 但是每次都没有杆子 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书夫 那你说你理事长你有照顾到选手吗 他那时候在天津协会 是 但是4年前就2016年 我们现在的政府 就民进党政府 他也要真的要想要改革一下 结果蔡成辉就联合所有各协会的理事长 大家重词给这个提委会下马威 那讲到蔡成辉很多人可能忘了 他就民国74年实刑案件 实刑案件蔡成州之后 大房也就蔡万春这一房的 几乎整个通通垮了 失业通通垮了 当然二房的跟三房也就是那个蔡万林 跟这个蔡万才就跟大房赶快切割 所以他是蔡万春那一房 蔡万春那一房的 那蔡万春因为他有大房泄宇 他就属于泄宇这一部分的 那大房就是蔡成辉 所以他们也经过努力以后 2002年就把这个拍卖的蔡成辉的来来饭店 买回来改成洗来灯 也成立叫做韩社集团 所以他跟他的一个哥哥也就是目前这个蔡成辉 他们两个共同就是经营这个韩社集团的 所以其实经营的还不错 但是在整个体育界里面 很多人说你好老大了 那这件事件 民进党的一个侧意就跑出来了 林静宇医师跑出来了 我跟你说 小英根本就关不着民间团体 小英的官政府你还民间人你怎么管 结果民进党的良心郭正亮跑出来 他曾经担任过奥委会的这个护理事长 那怎么可能 钱都是提出话的 连查账都可以怎么会管不到乱讲 好 政府真的管不到吗 中华奥会的实质的金钱资源 我认为没有很多 因为政府能给他的真的比较没有很多 当然我们尽量多给 他得到其实权力分配的部分比较多 澳会全世界的澳会组织是民间组织 政府真的你政府做大动作的话 会被影响会被剥夺参赛 第二个事情 其实这些人他们有后面还是有所谓的商 民间协会说管不到 真管不到吗 怎么可能管不到 拜托 那你意思说你直接呛林静宇瞎扯了 他表示他对体育的整个活动过程他不了解 所以实际上是管得到 当然管得到怎么管不到 那所以这就是谢责之词了 拿政府的钱 政府怎么可能管不到呢 问题是政府管得到管不好 对不对 我不理解 就是说我们的选手 他要出去比赛 是不是要先热身要练习 是 但是他既然在什么样的环境 没有灯 我就在想说是停电吗 还是你要用艰困的环境 来让选手练习 出去比赛才有好的成绩 你想的是啦啦队协会 这个很夸张 就在这么昏暗的环境之下 你是为什么 而且基本上灯源从来 家长拿手机这样用一个灯源 原因是拉鞋不愿意来 给付这个场馆的费用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拉鞋没钱啊 那我们要这个协会干嘛 那我就在想说 我们要体谅他嘛 他是不是没有钱 OK 问题是 我们既然发现过去几年来 拉鞋一直利用各种名目申请补助 啦啦渣渣一千万 我夸张到什么程度 你明明只是裁判喔 你既然可以去挂总教练 那挂了总教练以后 变成你裁判费也领 总教练的所有经费补助你也领 那也没被抓到嘛 实随之位 你看那个画面上 你就会发现 明明就是裁判 为什么在总教练这个部分 他也放上去 那放上去之后 他钱就领了 领了就实随之位 这样一直领你 领了一千多万 我觉得更夸张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选手出去比赛 国光 当然因为我没有代表国家出去比赛过 但是我的认知是 如果我得名了 我拿到国光奖金 这应该是我可以自己支配使用的吧 拉鞋既然强迫选手捐出来 七十几万的钱就这样捐出来 为什么 你到底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那我觉得不只拉鞋 我们从刚才整个这样看下来 甚至我们再看网鞋 网鞋是争议最大的 我觉得网球运动是更为普遍 更为广泛 大家也会更为关注 基本上我一个费用 在我的认知 我是不是应该就向一个单位申请就好 没有错吧 我要嘛就跟体育署申请 要嘛我就跟台北市体育局申请 对不对 好 我两个都申请 那也没关系 那就重复申请 也许可行 这个也就算了 但是最夸张的事情是什么 怎么跟我太太报仗的模式是一样 明明你只有花一百块钱 那他就跟你说你只能申请三分之一 对不对 他就把他mark up上去 把他拉到九十几万 为了申请三十二三十万 你就是说如果你花三十块 政府只补出十块 对啊 那他为了多补出一点 他就把他花的钱 所以 网上加 所以我说这些网协的 应该请他来我们节目 财经专家 他的数学计算的能力太强了 但是他要网上加 他就一定服报了 对啊 所以那你的单据怎么来 你怎么可以服报 好我跟 娟姐我跟你讲 这个手法如果公布 大家会多生气 基本上如果我是地方 我要办比赛 我要参加比赛 对 我一定要找网协来挂名 要不然我就没有积分 我的选手等于就白比一场 那有了积分我累积 我是不是才能出国比赛 那我找网协挂名 不好意思 你要付网协行政手续费 你甚至还有一些费用 你也要支付 那我请你网协来挂名 我自己的支出 可不可以请你来这个支出我 不是哦 是我支出的这些发票 我收集来以后 我拿给网协 网协爆了以后自己拿走了 什么事啊 那你要生气吗 过去就有一个选手 非常知名的我们的 这个国际知名的选手 叫卢彦勋 2017年他只是在问 赞助的这个问题而已 就被除名了 所以你觉得有谁敢真的站出来 去质疑这些事情 那你要不然 好你有声音 你不要叫我挂名 你的选手就白忙一场 你就没有办法拿到积分 可以吗 没有办法嘛 然后更夸张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更离谱的是 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讲吗 我不晓得 就是上下交相贼 我不知道这样用妥不妥当 我用问号 不要来告我 我用问号 是不是上下交相贼 基本上比赛结束以后 我要整理单据 对 整理单据我要行文 往上行文 OK 那上面是不是要看我的发票 是不是要审核 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都没有问题 我是不是在核发 然后呢 我的文还没有送 钱已经来了 那是哪一个协会 是哪一个协会 怎么会这样 我还没有送 怎么钱就来了 还没有申请 就能够请到钱的是哪一个单位 网协啊 怎么会这样 网协 那以后就简单了嘛 你懂我意思吗 娟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如果以后这样 我们就干脆都便宜行事嘛 也就是说 其实上面对我们 是很优惠的 我们根本不用把这些 很认真的去核实 反正我们还没送出去 钱就拨下来了嘛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而且至少也应该看一下 发票不是嘛 怎么至少看一下 你要很认真的 去核实每一个项目嘛 因为你如果只是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形式性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 其实我一直觉得 为什么我们的体育环境 这么的艰困 其实这中间有太多的问题 我再讲一个 讲到后面 我怕我撑不下去 棒鞋 我很认真的在谈这个事情 2017年的这个棒球经典赛 那我们中华队 其实我们的棒球选手很可怜 经典赛那次很惨嘛 反正出去只要输了我们的矛头就是指向选手 我们就是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就对了 可是从来没有人认真的去看他后面 整个运作当中 是不是让选手在心情上 或是各方面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不舒服 这一次的经典赛 反正棒鞋负责主导 而且他要负责整个费用 营运的一个过程 然后最后呢 弄弄弄弄弄 既然赢余一百七十多万 这是一件好事对不对 对 我跟你讲 这个单子到了上面 上面说你们搞什么鬼 怎么会赚钱 这下不得了了 不能赚钱 你不能赚钱啊 我们赚了钱还拿出去分 赶快你帮我再列两个项目 一个是奖金 一个是西装费 赶快列出去 这样扣扣 赔了五十四万 这样就对了 就到最后搞的就是亏损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闹得很大 因为明明这个经典赛 体育署有补助高达五千万的金额 其中就包含了球员的激励奖金 跟西装费 什么意思 匆忙之间 他等于重复报了 重复报 而且你根本没有仔细 就是你要做假账 你也认真一点嘛 好我们来看 做假账也认真一点 这是发生在2017年的经典赛 那一次呢 我们棒球经典赛 连吞三败 被国人骂翻了 那一场经典赛呢 其实呢 协会是收到政府补助五千万的 而且呢 结余之后是赚钱的 我们来看 当初结余之后 其实赚盈余了 170万 7578块 但为了把账做亏损呢 竟然发了两笔钱 一笔钱是激励奖金 130万 一笔钱是 队员 包括职员的西装制作费 94万8千 这两笔钱一扣之后呢 其实就变成赤字了 就亏损54万5422 问题是 政府给协会的五千万里头 就已经包挂了激励奖金 就已经包挂了西装费 那你怎么又再报一次呢 摆明就是做假账 所以协会 欧妈妈的事情 那是我 如果说老金也能背不离了 但我们回到这一次的东奥 我们回到新闻来看 大家这一次非常期待 台湾能够多拿几面金牌 回到新闻来看 我们看到 今天既然有美媒预测 台湾在东奥会夺二金 这二金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郭姓纯嘛 认为举重一定没有问题 第二个呢 美媒预测的 第二面金牌 竟然是全集 不是小蛋 美国媒体说 戴资影以他们的预测 是拿银牌 不是拿金牌 这引发了全台湾球迷哗然 为什么美国媒体会这么说 而业界又怎么看 我们现在马上为您连线与 丘教练 丘教练 丘教练你好 你好 我们等会再来谈美媒的预测 小蛋是礼拜六要登场 打第一场比赛了吗 对 他要先对上瑞士的贾奎特 他现在目前是世界排名第46名 贾奎特是排名第46名 对 瑞士 对 戴瑞士的选手 那丘教练 你看这场应该会轻松过关吧 对 应该是说在这个 他目前分组的这几个选手里面 其实就是 他只要有办法调整好的心 调整好他的心态 然后就是以平常的去 就是平常的这样去打 其实这些分组的都不是问题 这样子 这些分组都不是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小黛 因为小黛现在是排名全球第一 而且他是史上 在球后位置最久的球后 他现在积分是106075 他的积分这么高 而且在球后 也就是世界球后这个位置 这么久实力坚强 为什么美国媒体却预测 认为他在这一次冬奥 恐怕只能拿到银牌 为什么 我是觉得说 美国可能依据以前 就是之前小黛在国际赛 像前两届的奥运 或是世界锦标赛的时候 他是没有拿过任何一面的奖牌 那他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 跟2016的里约奥运的时候 他都是只遇到16强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评估的话 是属于比较不准的 那小黛他在 就是2016年的那个里约奥运的时候 他是输给了印度的新度 对然后 因为我们知道运动选手 就是身体状况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小黛就是在那一次的奥运前 其实他的手臂就有受伤 所以他给自己的压力很大 再加上就是可能他也所面临到 大家对他的期望 就是当那时候对大家对他的期望 可能就是那种压力 再加上他手臂自己受伤 所以在表现上发挥上 可能就是不太理想这样子 好 那美国媒体特别谈到了陈宇飞 我们来看陈宇飞 陈宇飞目前是排名在全球第二 他的积分是96465 美国媒体说小黛有可能会败在陈宇飞之下 他们为什么这么预测 陈宇飞最近表现很好吗 最近状况很好吗 对那陈宇飞呢 因为目前就是2019年以后 以前他是输给小黛11次 那从2019年以后 然后三副 赢15 对 小黛15胜 然后三副 那如果以他们交手的记录来看 小黛是赢他的赢面比较大啊 对那但是因为在最近的时候 就是我说刚刚说 2019年以后就是他第一次赢小黛 那所以在最近的三场的比赛啊 小黛就是 就是陈宇飞以两胜一副赢小黛 比较赚上风 最近的比赛 陈宇飞比较赚上风 对但是主要是在 就是最后来有一个 2020年的全赢公开赛 那戴智颖就是以2比0赢陈宇飞 所以我觉得戴智颖就是 跟陈宇飞对打的 还是有很大的获胜的优势这样子 好所以教理你看 那你的看法呢 对我是 我是这么觉得 因为陈宇飞他现在就是在小时候 就是他成绩也都很好 他其实在U157也都获得 很好的名次 那他其实他的 他陈宇飞他本身的打法是属于拉掉突击的选手 那因为他又打到小黛的时候 他的打法会变成一个手中 就是防守 然后再做一个突击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因为是小黛 他自己本身是属于 比较属于攻击型 因为他力量是比较好攻击型的选手 所以那个陈宇飞他的打法就会变成比较属于手中 去反攻的部分 会跟他原本打法不一样 那我个人认为小黛会为获胜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小黛他不管是在力量或是速度技术上 他其实都是赢过那个陈宇飞的 因为小黛他的手法的部分 在世界雨连他被封为就是那种魔术师 就是他的假动作 这是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很有变化 对 所以教练是看好小黛 认为小黛夺金有望 对 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陈宇飞他就是最近两年也都没有参加过国际赛 那小黛刚好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年终代奖赛也拿到了冠军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看好小黛的 所以小黛的经验状况很好 状况不错 所以做经验状没有关系 我们小黛的状况很好 谢谢邱教练接受我们的视讯联系 我想